这是全网为数不多已的德国牧羊犬猎狼的画面 视频在挪威一处丛林拍摄 狗主人在户外散步用手机拍下了这样 当他赶到时战斗已经进行了 他的两条狗抓住一匹狼 通常情况下 一条德国牧羊犬完全不是一匹狼的对手 因为德牧的咬合力只有82千个 而狼的咬合力已经达到他的两倍还多的184千个 而且狼是野生动物 适应狩猎和保护自己免费其他劣势者击害 它们通常比德国牧羊犬等家羊犬更大 更强壮 更具攻击性 但这匹狼很不幸 被两条德国牧羊犬抓住 两条德牧配合得十分默契 一左翼又风暴撕扯狼的脖子要害 这是致命的狼会被咬断气魂 但事实上这匹狼的体现并 它尚未成年 如果是一匹成年的狼 它会很快咬上一条甲犬 再攻击另外一条狼 好为你 狼的战斗意证 李家犬坚定说 一位二叶狼处于不败之地 而这匹狼仔很可能和狼群脱离 才被两条德牧抓住 所以视频拍得很仓促 因为狗主人担心真正的狼群回来 它换回两条德牧迅速撤离子地 并没有上前仔细观察 被两条德牧猎杀的狼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